不得之了 而且還有劫汁 我們去喝茶 大多數的牛肉球 都是沒有劫汁 它是有的 不過今天筷子工是一般的東西 全部被我弄得爆炸 小朋友在玩雜技 將來他一定是奧運冠軍 拿金牌的 現在我終於明白為何這麼貴 原來已經是周濟集團旗下的酒店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為自鎮文化公園門口 今天我不是過來看文化公園 看燈飾 看谷展 就是女兒要求我去銀燈食府 喝咸茶 她說那裏有個包是很好吃的 叫做抹茶 叉燒包 我都不太知道 兩樣我不喜歡吃的東西放在一起 如果不是她說要去吃 我真的坐她也傻 但是女兒說要吃就不得之了 幾凍都要去吃 今天天氣有所回暖 我計劃今天跟他們兩個喝完茶之後 就去清平路買些乾貨給我女兒的外婆 即是外母大人 我今天要去的銀燈食府 就是以前在廣濱的茶樓 都是做了很多年 疫情最重要的時候 她搬來這裡 我都來過這裏 我幾次跟老婆來過 自己來過 都挺好的 今次跟她女兒就過來試試 她是2點到4點 有下午茶特價事件 天氣有所回暖 早上還是陰天 到現在就出太陽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是很大風 在前面這裡進去就是文化公園 現在就連票了 沒有燈食 至於銀燈食府 就很簡單 就是從這裡過去 其實好像這裡也有路過去 這裡是側門 都是正門入 紙印都清澈的 按三樓 不過不知道上去有沒有位 如果沒有位就算了 附近喝咸茶都有不少地方 喝咸茶也有這麼多人 我拿了一張票 前面還有12張桌子 還好吧 幸好早來 不過老婆還在路上 等等 這麼快等了 10分鐘也沒有 就有位了 真的很快 因為他們的餐廳夠大 而且老婆和女兒還未來 先說說遊戲規則 原來是這樣的 那它下午茶時段是由2點到4點9的 然後就有8折 夜茶的話再平一點 但是就要8點開始 那是7點8折 相差無幾 我們當然是下午茶時段 不得不提的就是 他們這裡的蒸牛肉球是很好吃的 因為它有附醬汁和那個叫做醬汁的鞋 沒錯沒錯 除此之外 因為我還未吃東西 所以有些點心 我都會叫得飽肚一點 餐廳環境這裡非常之舒服 這次我是第一次坐在這邊位置 上一次坐在大廳 他們今天還會有 今天星期四是肉鬆蓉杞子燉老雞 13.8元而已 應該是叫一份的 再來就是蟹粉雞湯小籠包 我也想試一下 陳皮牛肉球 鮮竹卷我就不要了 叉燒包我也不要了 還有什麼 安格斯石窩黑椒牛仔骨 看上去挺好的 五杯腸頭蒸豬手 這些應該都是會叫的 今天很餓 是可以吃多一點 至於這個星洲沙爹黃金錢肚 就考慮一下 轉過來這邊還有很多白灼的點心 菜心 還有這個是日式青芥魷魚鬚 挺特別的 甚至連這個三文魚也有 半價專區是這個 蛋撻星期四 應該會再叫一份蛋撻 特價嘛 是不是 但原來就 需要配搭一份正格點心 應該是會配搭到吧 而上面這個比較吸引 柳森芝士榴槤撻153 那個是焦糖香滑葡撻桶 都可以的 挺好的 他們的點心是真的挺特別的 再來說一下 茶位 茶位是比較貴的 8元一位 已經是最便宜的了 然後最小的小點14元 如果打賣至大約是11、12元左右 最貴的銘點是42元 打賣至30多元 決定先點一個牛肉球 先吃著 陳皮牛肉球 它是超點 超點價格是原價29元 青價油魚酥 就不飽吐 未必會叫 至於這個雞湯小籠包 我想等一個女兒來賣 而且女兒很喜歡吃鳳爪 可能留一兩個點心給她選擇 她是選擇這個1025 海苔抹茶流沙包 是她想吃的 另外還有蟹子雲吞 一應俱全 豉油黃炒麵 鹹肉瓜條豉油黃炒麵 特點價格是25元 未打折 老雞湯反而不太想要 而且他們這裡的 XO醬蝦米煎腸粉 都是很好吃的 我決定點一個 只等女兒來 但如此 原來他們還有得數碼點餐 我當然是新潮點選擇數碼點餐 這裏面是這種 嘩 脆脆脆的 好像脆脆 這是麗護角 黑松露包 菇雞粒護角 黑松露 撕開了 裡面是這樣的 護角通常都是 會有一層很硬的東西包著它 然後外表就是 少說脆脆脆的外皮 未吃東西 現在試試 這些點心就有特色 雖然好像說 黑松露正式的水營 那些人是怎樣的 菇的全部都是拿貨的 但是不得不提的 就是他們上菜 上點心 真是慢 等了十幾分鐘才上第一個 不要緊的 有150分鐘 可以讓我慢慢享受 是好吃的 裡面有菇的 整粒粒都吃到的 那些雞粒都吃到的 大集不算很大粒 不像吃那些雞球大包肉 或者是糯米雞 那麼大塊的雞肉 肯定是沒有骨的 而且脆脆脆 不會太油膩 吃完它 這個是不錯 真的不錯 因為超點 應該都不太貴 超點是29元 打完之後 八折大概是24元 不到23元 所以就到牛肉球了 它這條牛肉球是好吃的 24元 有4粒的 然後最重要是 下面的腐皮是這樣的 很好吃的 不得之了 而且還有劫汁 我們去喝茶 大多數的牛肉球 都是沒有劫汁 它是有的 這條服務真的很好 有個姐姐 拿著大茶壺 到處找哪個客人 茶都喝光 他就幫他加 挺好的 加上劫汁 特別好吃 點了嗎 點了多少個 嗯 有 很多腐皮的 牛肉球 再點了劫汁 是特別好吃的 它這邊的馬蹄 不算很多 但是這條肉 蒸完之後 都一樣 還是這麼緊實的 我求成 那些腐皮 嘩 蒸到多少 份量又夠足 嘩 你看 這個 這是霸佛 然後還有 再點多東西 貼汁 一定要拿腐皮點進去 老婆和女兒來了 所以再點了其他點心 除了有特價點心以外 銀行也還有特價 好像說 滿200元 減50 還有一個隨機減的 不知用到哪個 如果夠200元 試試用200元 200元減50 因為是銀行的優惠 所以 我們值了多少特價 都不關事 應該是吧 即點即精即做的點心 所以時間比較久 現在面前這個是日式吞拿魚卷 那麼厲害 這個是特點 跟先頭我們吃的兩道點心 價格是一樣的 這個有八粒 還有一個芥辣壽司 芥辣醬油 是這樣的 中間這裡是蔬菜和吞拿魚的融 就是這樣 點一點 有一點 正如先頭所說的 因為很多點心 都是積做的 又或者是 即是它是慢工出細火 簡單來說 不在後面 弄好一點就送上來 所以等得都比較久 試試試 女兒很滿意 我吃了一粒 她吃了兩粒 真的很像那些日式小卷 除了外面這個不是紫菜以外 一切都是一樣的 上面這個沙漿比那些日式壽司還要多 外面這個應該是蛋皮 點一單 師傅才去做 也不奇怪 而且我很喜歡它裡面的青瓜絲 切到很幼很幼 材料夠多 一口一粒 老婆說 我們上次吃過一次 所以又再吃一次 有印象 所以再吃多一次 但我沒有印象 老婆有印象 她還說比吃壽司好 真的好比吃壽司 她那塊餅皮很軟 嗯 蛋皮或餅皮 挺好的 真的 值得可以 這就是我最心儀的小籠包 這個是蟹粉小籠包來的 夾著頭這裡 哇 下面它是有個紅蘿蔔片來墊 然後它是有杯一個醬汁的 他們都沒有蘸醬汁 已經被我夾到散了 它是汁都爆出來的 嘔嘔嘔嘔嘔 餅芯大多數都是我選的 挺好的 不過今天筷子工是一般的 全部被我弄得爆了 那些皮薄得像紙一樣 完全不硬 不會咬起來好像醬饅頭那種感覺 是沒有的 小問題 其實我們點了很多餅芯 但是有些已經是沒有菇清的 所以先吃著點了那些 然後繼續吃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為了這個而來的 這個包 這個叫做 海苔 即是紫菜 外邊就是紫菜 抹茶流沙包 不是叉燒 我先說的時候還以為是叉燒包 試試看它 剛剛正起 還有一個蛋撻味道 蛋撻是特價和桂花糕 剩下的女兒點那些都是小朋友最愛 試試這個包 那加點抹茶 抹茶 哇 是這樣的 沒有抹茶味 噢 漏出來了 流沙包 真的漏 哇 沒有抹茶味 讓我試試 沒有抹茶味 這樣就對了 我最喜歡抹茶味 嗯 沒有抹茶味 但是很流沙 很流沙 很流沙 很多少有些餅 嗯 不多少 這些東西 不是那些 一樣的那些 就是那個流沙包 嗯 哇 那些汁 超級多 就是這樣 嗯 你看 嗯 嗯 老婆還搞笑 一咬 那些汁 在對面那裡 灑光出來 哇 但是吃得真是快 這麼快就已經清了 一放下就沒有了 一放下就沒有了 嗯 嗯 你還要慢慢等 沒有叫鳳爪 沒有叫鳳爪 你現在可以點嗎 不叫 我是抹茶 即是綠茶桂花糕 這樣就冷了 什麼味道 哇 女兒就說這個有抹茶味 濃一點 我用筷子吃 點心就是這樣 吃點心 挺好的 這樣 一層一層的 一層一層的桂花糕 而且它這樣夾著 是不會斷開的 說明做的時候 師傅技術好 我做的那些 一定是會裂開的 它會融合得很好 因為那些醬是一層一層的 淋上去 融合得很好 還有 夠抹茶味 很濃 有些椰汁味 這個夾開了 最後上來的就是蛋撻 全部都是甜 都不是的 鮮鹹後甜 鮮鹹後甜上得不錯 我覺得 就是這樣 就是喜歡的 吃這些 對呀 我見到有人吃蛋撻 還要用筷子去補 我們就不用 這樣 拿下去好像隨時會 會塌下去 我也是最喜歡這些 哇 超級鬆化 蛋撻的漿又夠多 即是蛋漿 熱的 但又不是很辣嘴 很辣嘴的那種 挺好 這一個 很多功夫 現在又說製好蛋撻皮 蛋撻皮應該是一早製好了 很正常的 但也不會放了很久 有些雪藏汁太久 很硬 這個就完全不會像 拖著一個BB的手 那麽 那麽我們又吃飽飽了 始終在特格時段 很多點心點了都是沒有的 但他們都會很客氣地跟我們說 先生真是不好意思 手快又手慢沒有 他們將單都寫明 最終埋單是一百六十六元七毫 那麽使用卡再減多三一雞 都很經濟實惠 這麽多點心 而且是非常精緻的 他們做得 就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剛才都說一下 直接在碟裡拿出來 不是丁那些 沒錯 還有腸粉很多都沒有了 因爲腸粉有固定時段 固定時段 沒錯 原來是一點 這一個時段有的 那些 是的 何時都有的 就是丁的了 一年一度新春佳節就到了 蒙花公園都不禁後人 肯定都會有很多燈展 但它最精彩 應該是正如十五個一鋪 現在準備好 其實都正確 這個甚麼 不入博物館 就是關門的了 看看人家整吉 整吉 那些師傅如何佈置好花燈 現在就看得到 學會少許 回家會弄也好 哈哈 很難的 不要以為人家師傅這樣 很難的 是的 又要考慮那些 電 怎樣走 又要美觀 又要想像得到 整好後是甚麼樣子 別人設計師 只是告訴你效果圖 師傅就要計算 要用多少鐵線 要哪裡綁 這些 不是看著紙就懂得做 甚至乎還要考慮拆 這間是珊瑚 還有兩隻海豚 佈置訂農曆新年時 都會有很多遊客過來遊玩 晚上關了單 尤其這裏近老城區 某種意義上來說 我覺得這裏 這裏都算是老城區 文化公園 正確上更方便 過去到月秀公園那種感覺 月秀公園 是呀 也有很多燈 還有花 廣州是花城 這裏有個涼亭 叫藍亭 應該是藍花 很多燈都未搬到來 這裏又會有很多燈籠 我最記得去年在這裏 就是那幾個外星人 我們慢慢走 應該都會經過十三行 你應該會經過十三行 過去清平路那邊 買海味 買完 看看周圍走 看看上下狗 或者之類之類 還有上下狗 那個賣臘腸 排隊排到廣州酒家門口 早幾天看到 過年要吃臘腸 是呀 皇上皇 很好吃的 那些酒 很好吃 上次在東莞買的也挺好 但是那些是比較大 又有一堆燈籠 我覺得今年比去年好看 去年那個外星人 不太欣賞得到那種感覺 今年全部這些中式的燈籠 甚麼顏色都有 有粉紅、有大紅、有黃色 三種顏色 水族館 水族館 但是又關門了 夠鐘了 開了燈 開了燈 進去看看吧 不如 有鯨魚看 我們帶女兒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吧 是 看鯨魚 正中式的燈籠 經驗 小白 有兩個照顏色 有鯨魚 有一個水族的燈籠 有一個水族的燈籠 的一種燈籠 有一個水族的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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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斤灰瓊就是骨骼 小时候觉得很有 还要伸手去摸 这是它的骨骼 三十斤 还有很多鱼的标本被风雨马林浸泡了 很多当时的门票 因为当时还需要门票进来 这里很厉害 早粗月票卡 是什么意思呢 早长时段 给了钱 就可以进来做粗 比如说九点 我除行说 我不知道几点 或者六点 可以进来 可以逗留到九点 月票卡 厉害 还有文娱剧场 前座四行十八 又或者文娱剧场 我猜应该是舞台 或者这些 他们当时的门票也很值得收藏 文化公园营昌花碗门票是九六年 当时印刷技术好多了 对比一九七叉 还未出世 这边就是标本 究竟是真实 这个人是 伏黑 就不得而知了 老婆就在教女儿 在她小时看标本 这边有个小朋友在玩杂技 他一定是奥运冠军 对 拿金牌的 她妈妈着心培养她 我们看完瓊鱼 现在应该离开公园 去买海尾方向 去清平路那边 可能会经过十三行那边 那边超级多人 简单走一走就算了 妈妈呢 不见了 公园我们就看完了 今次就不走十三行那边 太多人了 我们走回西堤二马路这边 讲讲具体位置 如果需要去先后那边喝茶的话 可以在文化公园A出口出来的 如果需要去沙面岛的话 亦都是这个方向 在公园出出来之后 A出口 一直往西边走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过去走 这边就是文化公园站 这边就是文化公园站 A出口 先头我从B出口上来的 我都蠢了 所以 A出口是会最方便的 无论你去喝茶也好 或者你去沙面岛也好 A出口 记住A出口 其实E出口 去沙面岛是会再近一点的 随你喜欢 不会差很远的 始终在公园附近 很多人卖这些小食 过去沙面岛 你可以 不是这个口 是对面 地铁站E出口 在对面过马路的这个位置 就是去沙面岛的方向 或者在这里过马路 这样过去也可以 是一样的 如果清平路都是地铁站E出口 一会往前走 就可以到18号南路 超级超级多人 那盏红路灯又在闪着 我们都不惜而过去住 这里又是广州其中一个 交通最繁忙的地方 稍不留神 就会有那些车 在四面八方过来 至于在这个方向一路过去 如果不想走去买干货 一直走一直走 就去得到上下九步行街 大家知道具体位置 如果回到上下九游玩的话 要喝茶 又想吃得刁钻一点 吃得好一点 不要说刁钻一点 过来这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吃饱之后 在这里走过大概15分钟左右 就可以进入上下九步行街 如果去永庆坊 就再加多10分钟左右 至于这个方向 就是先鲁所说的去沙面岛 所以如果要回到这边游玩 又有沙面岛 又有永庆坊 又有上下九的文化公园 刚刚这个就是中心 哪里电车 有条边 上边那些线 老婆说电线 好像还有1110 好像吗 因为回家 有鬼电车 过马路了 过马路了 看车 所以过马路一定要小心 眼睛要左望右望 这边有一些哥哥在拉货 先头的电子零配件 就是这边的店铺 又多了很多餐厅 这个叫奔奔食 叫做月食月点 我没有藉着了 喝茶的 就是电子零配件 店铺的楼上 月食月点 我先头所说的 更近三面岛的地质站口 就是这个 E出口 当你从这里出来之后 这样一路走 沿着这条人行 斑马路 这样就过得到三面岛 当然了 你还可以去旺沙地质站 这边开了很多餐厅 又有奶茶店 得咸碳茶 原味汤粉 这个开了很久 还有这些古旧的建筑物 之前在社交媒体也见过 有出售 不过里面真的很旧 这里叫沙基山 其实我现在走到623路 对面已经是沙面岛 有很多文国风的建筑物 整行都是 不过那些排水馆是改造过 这一间没人住 对呀 窗都破坏了 不然就收复它 老鼠都跳进去 这里还厉害 楼上二楼 二楼有人住的 二楼 没有人住 有 它有挂衣 在这里一路走一路走 经过北远就开始看到这些 海尾泡 这个是包心赤土 我卖南北药材包心赤土 送礼佳品 我们发现到这个了 这里有个站 千年西关精华线 这个和上次那个万游线不同 挺好的 其实它写了哪个站落车 有什么景点 会献坊也去得到 荔湾泡沫 一个圈 两元 好像是 三元 次票是三元 日票是十元 一天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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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坐一天坐 这里有写着 日票十元 可以的 但就不可以有优惠 你给了十元 就可以一天坐一天坐 力推 力推 很划算的 车它十分钟 十分钟就会有班 旅游最好玩 最有味道的都是在细泥湾 至于天涝那些 不是不好 行商场 其实 好像这么冷的天气 是不应该去行商场 应该在户外看 是不应该去行商场 天涝那时 天涝就去商场 我们这些不喜欢行商场 都要行 大家看到我们多久 没有行商场 影片里面有我说 很久很久 终于这里十八普南路 在哪里进去 前面进去 我们去清平市场 看看能否收拾好东西 不是一定要买的 有很多选择 陈皮 2020 有名字 我当然不懂 金毛胎果 陈皮 天马陈皮 灵芝又有 竹灵芝又有 很多选择 我们这些 几乎不断 还有猴头菇 猴头菇我认识了 因为对一个胃好的猴头菇 一个炖瘦肉 对一个胃好的 我们上一次去商场 就是西成都会 经过去看人玩猴头菇 你记不记得 应该是元旦那一棵 差不多了 我们说回这里 继续卖沉皮 又有松草 全部都是花枪 这个大户 大老板 这是大棉顶顶的青亭路 中药材专业市场 一直往前行 是可以回到上下九 即去到卖金鱼街 之后就到上下九 这里的选择特别多 既有这些地铺 又有前边整栋楼 租铺 即是一间一间的店铺 这里就是青亭路 中药材专业市场 只要你想得到的 这里也会有 如果这里没有也很难 你说要千年人参 可能也会有 千年千年不千年就不知道 花旗深冬松草 一应俱全 很多老板来拿货 有电动自车也有 开一部靓车也有 这些我们很少买 因为又不是很懂 买些冬菇 这里有冬菇 有花菇 黄菇 都是冬松草草 和燕磨居多 还有看到很多陈皮 和茶叶 这一档可能经济实惠 有鹿茸菇 又或者这些特级花菇 最小粒那些 60元一斤 黄花胶 680元一斤 又有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人参 冬菇 还有什么 紫灵芝野生 又有猫爪草 我又见到 清热好 又有些羊肚滚 我们去年买过是挺好的 特级花菇 部分有写价 部分就没有了 有时候那些猫爪草 它仰致猫爪 和猫爪没有什么联系 拿些瘦肉少少 去煲汤 千万不要加这么多 很清热 五指无途 虾干也有 刺龟鱼皮 阳胃 不懂 这些应该是 菇 雪耳 还有 沉沉 一代一代的 花胶鱼套 黄皮胶这些花胶 1300元 这一只 9800元 这一只7500元便宜一点 看上去 锅头大一点 这个是 沙重干 煲汤 对 自阴保守 自阴保守 98元一包 买 这个 这个98元 它都是全部一样的 就是重量不一样 对对 小孩老人吃都很好 有什么作用 自阴保守 然后小孩老人吃 夜尿图 这些都挺好的 好 包衣就试一下 好啊 包包粥 都很鲜甜的 都不用下那些 对 不用下那些味噌 什么的 我很没 我一些人都是 那它是多少 就是 多少钱一斤呢 这个现在是380元 380元 哦 就是那个大 最长包是二两五 OK 这里是二两五 这个我们是批发架的 批发架 六百多的 哦 沙虫肝 以前产量少的时候 都是六百多一斤 六百多一斤 现在就 哦 哦 黄沙虫肝 但是那些是鲜的 因为割包 沙虫肝 姐姐说的那些信信 大家都听到的了 380元一斤 生吃过 生都不便宜的 因为它其实功夫多 而且 没有得自养的 这些 所以就这么划够吃 买冬菇的 老板就在这里进去 今天没有了 老板就像是儿子看铺 早几天经过 这个早几天经过 以前这里是梯云东路 大名鼎鼎的梯云东路 来到现在的时间 交通极为繁忙 还有这里是当有蝎子买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懂得吃 一定会问老板 他会教你 我妈妈买过一轮的 煮汤少许 用滚水拖拖就行了 他们两个 就过来看别人买烧腊 这个很厉害 我吃过一次游行 疫情的时候 刚刚经过那条街 没有人 的时候 几十个号 几十个号 很难吃的 这个叫什么 永兴 我喜欢记得别人的名字 永兴 十点九个字 就做到点半了 终于做了过几个钟才做到 做到十一号 慢慢斩慢慢出货 在后面有工场 有工场 现在是 做了半个钟 现在五点钟 做了半个钟才做到十一个号 酥酥就很好吃的 烧排骨那些 看过了 老婆说五十五元一斤 那不贵 不贵 贵不贵 但是 是难买的 对 我还是要疫情的时候 这么碰手臣 它不是有卖 接着疫情变得很重要 其实就不开门 很高度 我刚才说过 十八普北路 其实上下九博人街 就是这个方向过去的 原来也是有它的名字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 十八普北路 就是 那个叫 皇上皇的对面 其实有老婆又过来看看楼价 梯云东路三室两厅两位 两万两千元一平方米 三层楼高 这个厉害 十八普南 就是刚才我们经过那里 二万二千元 一百零八万 入手便宜 这些肯定是旧的 这些所谓是一半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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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六十八万公斤 这些所谓你可以叫一半公斤 一栋都是你的 不过 不过就 比较久 地铺租给药房 应该是楼上的那些 肯定不会是地铺 一定是楼上的那些 就像面前 有百多万 但如果不限购 就说买 百多万公斤 至于这里 就是我们上次来吃过的 有年菜馆 又是要早才可以吃的 如果现在五点钟 来到刚刚好 等它开门 就是现在开门 因为餐厅面积小 所以 没有什么位置 一早过来这里吃东西就对了 就是去那边 一起吃东西 吃东西 喝东西 楼子 这对 没有什么 咖啥 没有什么 都在那儿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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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 上两集的时候 当观众说来找过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忘记了 总之就是这个位置 当时在弄地 今天终于弄好了 原来这里还可以卖鸡鸡饼 还有国仔卖 苏角30元一斤 算挺便宜 南宇弹散25元一斤 很多选择 几款纯手工 这里写酥国 我们小时候会叫国仔 或者大合桃酥 椰丝酥都有 18元一斤 这种旧式的饼店 面包店 还有那些焗炉 有客人少点再看看 香烧粥又有15元 还有核桃酥 那些 以前小时候吃那些 下面薯条 还有糖条18元 热香就是鸡饼 22元一斤 这些不贵 我们上次看到60元一斤 真不贵 还有卵芯 还有煎堆26元一斤 我记得是60元一斤 至于最后一个环市 终于来到这里 就是女儿最喜欢的 看那些猫猫狗狗 那袋包 代好等我拿 我不玩猫 你和猫玩 这部车仔 挺有趣 澳门都有駕駛的 澳门駕駛这些最好 来到这里 整条街都是那些 宠物 猫猫狗狗 还有前面有一位先生 很老的 洞着拐杖的先生 我猜他是来自新加坡 因为那些英文 他平时和家人说话 是说英文 但他说核桃酥 他和我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 那香港人 应该是不会和家人 一路说英文 尤其是长者 这里除了猫仔和狗仔 以外还有很多宠物 例如有小鳥 又有荷蘭猪 我猜的 后面有一只很凶的男猫 一说他就不出声 知道我们在说他 又有水仙球 他还买 还不弄较 8元一个 但是来到这里 和刚才我们经过 卖海味和药材 很多这些刺人车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 你走着的时候 很多人好像以前那样 很幽哉 游哉 看来连鸡也有人买 这么厉害呢 不过感觉上 现在这里少了很多 以前 整条街都摆满 有个龙 它里面摆着狗仔 狗仔在看主人 这只猫 猫又打肿 哎呀 不要拍了 这么丑 这么丑怪 除了猫猫狗狗 这些小草物以外 最多就是金鱼 这整条街都是金鱼 然后一穿出去 就已经是上下九步行街了 上次去吃完晚饭 和女儿吃完晚饭之后 我们去吃糖水 曾经说过这个酒店 叫做什么西关 什么十保明都 好像叫做 这个酒店 我们早前看过 哇 那个价格很惊人 回来附近 有这么好的酒店 但又好像真的不太多 所以这么贵 是以前的 戒日酒店 什么 第十号戒日酒店 现在就变成VOCO 65元不过工钱 65元不过60元 65元不过60元 这个十号 这个洲製酒店 原来已经是 怪不得了 十号牵 点心悦菜 还有自助餐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么贵 原来已经是 洲製集团旗下的 这些酒店 应该的服务比较好 在这些这么漂亮的位置 自然租金比较贵 正常的外场 好像没有变化过 就是做茶喝的 又有很多这些food court 或者吃点心 吃臭豆腐 热狗腸 甚至去到深圳东门 深圳东门就是这样的 几乎一模一样 我不是太熟悉这两个地方 我不是经常去东门 就觉得真的很像 只不过东门就大一点 又有蟹吃 全部都是 又有果汁喝 这里小一点 但是感觉上 种类好像多一点 或者生蟘蛛 湛江生� 蒸的又有 烧的又有 不过当然就不是炭烧 烧的又有 烧的又有 不过当然就不是炭烧 到这里是十八普北路 正如我先头所说 很近上下的博人街的地方 对面皇上皇应该继续排队 请几乎买立场 看几乎少了很多人 早两天就排队排到 去到港洲左脚门口 今天少了人 就是这样 很多人排队 大家以后回到来 就一定要来这个买立尾 这么久的游客区 为何要锡县 现在是上铁县 28块 我看到的是 买完了 因为你是一个游客 这里立刻可以寄到全国各地 你寄到湖南就可以计算钱 除非你喜欢 如果你很喜欢吃腊味的话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 它是营业时间 10点到9点半 一定要适合时间 整箱腊肉这样买回去 越贵越贵 便宜时18元一斤 方向就过去人民路 我们不会走这边 我们走到永县坊那边 去长寿路坐地铁站走 虽然今天天气这么寒冷 都很多人 都很多人 如果要去文化公园地铁站 一直往前走到中国黄金的地方 往右转就能去到 我们就走到这边 这边是近地铁站 一路走一路走 去到地铁站 大概15分钟左右 长寿路地铁站 又说了一集 因为女儿陪我们出来 所以拍多点看多点 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 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拜拜 回家 很少会这个时间结束影片 天都未走 我们好想可以 我们好想看 好想看 看 Variable 好想看 并非 你看 这个 走 很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